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製造 換醒香港情懷 今天是做現場節目 真的是Live的 你問我今天下午發生什麼事 我講不出的 今天有我主持八神在這裡 今天多了兩個嘉賓 如果大家有看Facebook Group 香港製造的Facebook Group 都會看到一張圖 有個英俊就是這位英俊 這位英俊嘉賓就叫做 Dave 很Sexy Dave Dave是巴基斯坦人 這位是Dave的朋友 我叫Sunny Sunny很陽光 他是香港人 跟我們一人 基本上今晚為何請來兩位嘉賓 是因為我想 我很孤單 因為本來這節目有幾位主持 我現在才跟兩位交代不好意思 另一位叫基基 一個美少女 雖然她不是少女 她是少女但美少女 她今天有些事沒有空 另一位叫詩程 是美少男 有些事沒有空 所以只有我一個 只有我一個 那時候 其實我們節目 圍內就排定了行程 今晚打算找一些少數族 因為香港製造這個節目 就是講香港製造的東西 即是香港的文化 香港的人 香港的事 我覺得少數族 都是一些很值得講的話題 所以想起今晚做 怎料兩個主持 都真的有時間 沒辦法 沒關係 我就決定今晚 我在想 如果少數族裔 不請小數族裔上來 那我怎麼說 所以就臨急臨忙 就找你們兩個上來 我真的不好意思 其實今晚我們都 說少數族裔 但其實好像可以很多事情 因為剛才我和你們兩位 吃完飯 已經有些事笑到噴飯 但我很害怕 你讓我知道 好笑 我們做節目之前 我想說 譬如我做主持 很多人以為主持是吹吹水 其實我們做節目之前 有很多事準備 即是有很多資料搜集 要了解一些背景的資料 就算你找到網頁 我不介意在網頁上 我不介意在電腦現場看著來讀 但是你不可能 立即看這段字 就立即讀到什麼 所以做很多這些功課 然後想想請什麼人 然後想想和個人去夾一下 說話通不通 有很多事 剛才我就和你們吃飯 就說這些 好了 我們言歸正傳 今天主題 正式的主題 叫巴基人在香港 因為我覺得 如果小數族裔 好像很… 你覺得怎樣 小數族裔這個主題 好像很大路 很大路 放心 他們懂廣東話 可能緊張了些 還有我有時說慢一點 但如果真的小數族裔 我覺得小字 好像有點不舒服 所以我自己就… 我盡量不想用這個主題 所以就叫巴基人在香港 大家看到這個宣傳圖 就很好笑 我和他合照 然後他又寫著 那句話叫什麼 No Worry No Worry No Worry Have Curry 是呀 No Worry Have Curry 那為什麼有這句話呢 為什麼這麼搞笑呢 我們經常都說 No Worry Be Happy 是呀 No Worry Be Happy 改了一點 No Worry Have Curry 那Have Curry 就是很Happy 是呀 很辣 我覺得很好笑 只不過我剛才做圖的時候 看到你們隨口說一句 然後我就馬上把這句話放上來 我就覺得很好笑 很有趣 那當然啦 那麼英俊的 不要只是笑 只是要說英俊的那件事 我想問一下 Dave 你是巴基斯坦人 但是你 你本身是在香港土生土長出生的 還是很小的時候已經住過來 還是怎樣的 我兩歲的時候來到香港 起碼現在都二十年了 二十年 對了二十年 哦明白明白 但是你自己 你自己多不多回去東西的家鄉 巴基斯坦那裡 就是在這二十年 以前讀書的時候 放樹也會去 但是這陣子沒有 這陣子沒有 明白明白 但是你比較 譬如你兩歲已經來了 我經常在想 好像我這樣 如果我兩歲移民去加拿大 我可能會自然 習慣了加拿大的生活 然後當加拿大是我家 你有沒有說 譬如你住在香港 你有沒有這種 什麼感覺 你的身份認同去哪裡呢 你覺得香港究竟是人家裡 還是覺得香港只是一個暫居地 我將來都要回巴基斯坦 等等 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因為我整個生活在香港 所以我會說自己是香港人 但是那個想法就是自己國家 但是很多人 因為現在身份認同 或者香港人這件事 很敏感 譬如我 我覺得 真的生活在香港 有回合上去 當尊重香港文化 或者是 你立了在這裏 你歸於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就覺得 你已經是香港人 在我眼中你也是香港人 但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覺得 嗯 住住先咯 無所謂 還是覺得 我也是香港人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 住在香港 我會當自己是香港人 但是 我的想法 最麻煩的 我覺得 我接受不了文化 很難接受到 為什麼接受不了文化 例如 是不是我們香港人 有什麼生活習慣 令到你很難 很難去融入 或者很難去接受 香港有很大機會 做事 找工作 但是我覺得 對著我 我沒有機會做事 嗯 你本身是做什麼 在香港 你們 制製 從事公盤 做轉物 忙腳 忙腳 那些人 平時會做地盤 做拿筆 火力 我們不用這麼…好像很凝重 因為節目很開心 因為其實你說的那件事 其實我想說很多香港人 都會想小數族裔 都有一個套版印象 那個套版印象是什麼呢 就是首先人少 不是怎樣叫小數族裔 首先你們可能 男的不是做姑娘搬東西 又是做保安 因為以前保安 以前有些叫居牙兵 居牙兵就是初期英軍 去招請一些尼泊爾籍的人 來香港做兵 那些人老了之後 就在香港做保安 然後還有一些套版印象 就是他們不懂中文 其實很多人都很懂中文 很多人都很懂中文 很有趣的 那譬如你們… 你自己是在香港學中文 你是靠朋友聊天得多 就是中國籍的朋友聊天得多 還是你是學校真的有學嗎 你自己 學校有學 我的朋友都不是… 都不是很多香港人 很少的 他應該算是說得最好的 在他的朋友裡 因為… 他朋友圈圈不是很懂得說中文 明白明白 事實上呢 我講一些基本資料 給大家知道 所謂的香港少數族裔 香港人的眼中 就泛指尼泊爾 印度 或者巴基斯坦 不外乎這幾個地方 其實事實上 少數族裔有很多其他國家 例如尼日尼亞 尼日尼亞 尼日尼亞 尼日尼亞很流行 香港人多了 大概有1000個尼日尼亞人 當然 多亂說笑 看看你什麼環境 如果這間房子 全都是尼日尼亞人 只有我一個 我當然是少數 但是一千個在整個香港大社會 真的很少數 還有日本、韓國人 還有一些 當然歐洲 很多外國 美國 全部都是 但是真正所謂的小數族裔 就是定居來香港 都是泛指南亞裔人 其實以前很多小數族裔 或者南亞裔人 很多都會 到現在這年代 很粗流利的廣東話 或者英文 事實上 我先回到主題 其實我想知道 因為我對少數族裔的 那個認知 或者那個情懷 就是在哪裏 就是我小時候 我住過在太子 我住在太子的一條街 叫宇洲街 那裏是什麼地方 那裏有很多賣布的地方 然後我住在太子的一條街 然後走到深水埗那邊 那裏會有很多不同的報料店 那裏有很多巴基斯坦人 那我印象中 巴基斯坦人就在那裏 就是就在那裏 但事實上你知道 譬如你有很多朋友 可能不只是在深水埗 那巴基斯坦人 有沒有說 在香港 有沒有說不同的地區分佈 或者哪裏特別多些 除了深水埗之外 元朗 奔瑞衛 屯門 錦田 蔡聰 葵聰 港島那裏有沒有 港島那裏也沒有 港島那裏也沒有 港島沒有什麼 灣仔 哦 灣仔 當然 灣仔以前那些 英軍美軍那些 是很流行在昏陰碼頭那邊 甚至在灣仔那邊喝酒 那裡其實聚了很多 其實灣仔那邊聚了菲律賓人多 你說巴基斯坦我不知道 菲律賓多於巴基斯坦 菲律賓多於巴基斯坦 不過我自己個人認為 印度人跟巴基斯坦人類似差不多 所以他經常都被人說 好像是差債 明白明白明白 其實現在香港 你幫我講了 其實香港大概有多少所謂小種族 而巴基斯坦人佔多少人 其實因為大概幾年前做過那個 10年那個 就是大概40多萬人 有4%是巴基斯坦人 其他就可能不同 其實菲律賓人好像Dave說 就是最多的 嗯 即是只是巴基斯坦人 可能說是萬多 是的 旅用就佔一半 即是40多萬 其實就是說 全香港你當有40多萬是不同 即非華裔的所謂香港人 但是那40多萬裡面已經有30萬的費用 即是有10多萬 其他有10多萬 那這10多萬裡面 就只是有幾萬 是萬 萬幾 萬幾就是巴基斯坦人 這樣 你當然不會全都認識 很明顯 我都不會在香港有幾千個費用 即是可能數費用 有時間去數 是的 但是我也想問 其實 你說 我想說一點正經 剛才Dave 我問你 在香港 文化生活 有些 有些 不是太接受到 又或者是 做事也好 很多人 可能最介意的是什麼 最介意是 你 不懂中文 或者不是太好 中文 那你有沒有 有沒有些 有沒有些例子 或者有沒有些事件 是經歷過一些很深的感受 令到你 沒有辦法 是的 不要緊 你做 平時我是在街上買東西吃 哦 在街上買東西吃 是的 因為餐牌全都是中文 是的 就是 我喊一些東西 例如 我最簡單的就是吃米線 吃米線 我懂得喊 就是腐皮豆泡 你喜歡腐皮豆泡 你一會兒做完節目 就去吃 那我在喊他 我跟他 那他的英文菜式給我 然後我懂得說 他不知 他不知說回英文 我都不知為什麼 麥當勞那些呢 麥當勞那些會比較好 有英文菜式 有一次跟他 跟朋友吃東西 之後我說 Dave 幫我拿一張紙巾 他就去檢查 我拜託要匙巾 那他就給他一個匙巾 那些位置 即是你想喊 給紙巾來 他就聽了匙巾 你如果想喊 給紙巾來 他就喊給紙巾 他就喊給紙巾 都很可愛 但是如果麥當勞 譬如我當作舉例 譬如你說在麥當勞 喊過魚柳包 你是不是喊魚柳包 你喊一次來看 麻煩魚柳包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譬如喊中文魚柳包 之後那個職員 是怎樣回應你 買餐還是頒賣 不是 你不是這樣說 你說在麥當勞買魚柳包 你說廣東話 麻煩要魚柳包 然後那個職員 那個職員怎樣回應你 說回英文 他怎麼說 複熟一次 Do you want to buy a set or just a burger 之後你怎樣回應他 單買 阿Dee 說了兩次中文 單買 然後他還要怎樣回應 You just want a burger 哈哈 有個Google Translate 你明白那個問題在哪裏 明白那個問題在哪裏 這個是那個文化融入的問題 我想說好像阿Dave 這些香港人這樣 他兩歲開始在這裏生活 其實他已經接受了他在這裏生活的時候 其實他都願意去學中文 那這個是文化上的融入 那好啦 好似簡單一個生活的例子 魚去到麥記那裏 喊個魚柳包的時候 其實他講中文的意義在於 我很樂意跟你講中文 麻煩給那個魚柳包我的時候 我不覺得 如果我在這裏 如果我講的物技職員 如果我講英文 我反而覺得是不專用的 我反而覺得是 因為你要懂得去 在他的角度想 我願意講中文 我願意遷就你的時候 你不會再講歷子的中文 因為是融入社會 原來我願意融入社會 原來你不讓我融入的 好像不知為何他要自己 看到牆壁擋住了兩邊 明明是好的 你就堅塞了一些東西 你不要跟我說話 這樣 是啊 當他聽不清楚 Dave 的中文的時候 Dave 已經講第二次 你都在第二次的回覆裏面 講英文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很不舒服的 我是你也不舒服的 我超級明白 很簡單 所以我就覺得 我明白 不過這些東西 你自己說才行 所以我就說 不如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好嗎 我們回來 繼續談其他話題 好嗎 好 好 喂 最近公司來了一部拉皮機 你男朋友的皮那麼長 叫他上來拉拉他 喂 你… 你怎麼知道的 歡迎光林興美容 麻煩 不好意思 我剛剛在下面拿了你們的傳單 我老朋友想做你們這個療程 是啊 我想試你們那個 機靈逆轉無創拉皮 聚焦拉皮超聲波治療 免凍刀和拉皮安全可求 韓國信心之選 我要立即體驗這個終極衰老店 麻煩 我想要一杯凍檸奶 咦? 你沒有share到? 不是啦 share漂亮很多 我認得你 你逢星期六晚11點 賣Radio大人在線的share 我早就覺得你要拉皮 咦? 不過11點了 你是不是要做節目嗎? 我們走 我來吃東西 我先吃飯 我們要吃飯 我先吃飯 你們要吃飯 你跟我們吃飯 我絕對你爸爸 我不吃飯 我吃飯 也吃飯 我吃飯 我吃飯 我們吃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yradio 2015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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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Dave不是我第一个认识 不是做大家认为那些所谓巴基斯坦人才做到的工作的人 正如我妻子她的那间公司 都有不少 例如有印尼人 有菲律賓人 都是八岭 高层 大家要慢慢去消除拓板印象 你都不是做那些而已 那些不是这样的想法 当然啦 歧视这件事你到处地方都会有 但不代表是正常 或者应该要容易存在 因为很多时候 我不知道怎样解释 避其事很辛苦 好像香港很多人 是很 怎样说呢 是好像很open mind 但实际上是很封闭的 譬如举个例子 我自己就 刚才那张promos照片那裡 我跟她合照 然后呢 你当然说一句 no worry have curry 接着我在图里寫 no worry have curry 当然有我的朋友 喂 不要玩人啦 有没有搞错 我又想问你 为什么你觉得是玩呢 是很好笑 一定有朋友是这样说的 然后就说 你不要这样玩人啦 好像什么 人家的curry 人家很喜欢吃的 人家真的 人家喜欢吃curry 就吃curry 人家吃curry 我都喜欢吃curry 是不是 有些问题 即是他们很快地想到一些 自己前設的一些东西 来说你不要这样做 其实我当然是问过她 我当然是问过她 我当然是问过她才放上来 她可以玩的 是不是 事实上 所以就很多这些 做样子 做样子 不要歧视 其实大头歧视的 就是很多 不少的香港人 都是这样 那香港人有没有被人歧视 香港人当然有被人歧视 是不是 我自己去外国 我在欧洲生活的时候 我试试在街上 爱尔兰的街上 我当时住那裡 我突然走到街上 就有个小女孩 我不敢说她故意 不如她真的故意 她故意在那裡撞我 用肩膀撞我 当然她的肩膀是等於我的膝头 撞我 撞完我之后 我打算转过头看 我是希望她说一句sorry 之后如何呢 她是这样 我转过头看 她拖着她的妈妈 他转过头看 她被你中止我 因为我觉得 什麽事呢 而她的妈妈拖着她 是看着她做这个动作 是没有阻止她 那这个案子 我就感觉到一些 很严重的被歧视 是不是 那我同样想问一下 Dave 有没有在香港 遇到一些 你自己心心地觉得 真的很被歧视 或者你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例子 我想听一些故事 好像是 上两三个星期前 我走着女人街 在旺角 女人街 我去店铺买什麽 不知道 我忘记了 你买什麽 不让人知道 不是 我听到两位 在背后 说 这个叉子吃什麽 那麽高大 是女人 是假认她不听不明白 假认她不听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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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接着我心里 要不需要说这些东西 我有没有对你怎样 那我不出声 免得我出声 有人说我 叉子不知怎样 那些东西 你介意的是叉子那句 还是介意她说你吃什麽 还是介意她直接说你的身材 我也是想知道 就是所有的 他用一些字 我觉得不正确 而且这个行为 几惑 几惊 就好像我们平时戴耳塞 可能会吓到很小声 但在背后说你的坏话 其实这些很不尊重人的表现 本身就是 而且还要叫她 阿叉 其实你的心都不应该去这样想 你说出来 你希望别人不明白中文 其实她听到完 我觉得最狠狠就是 香港大部分 就是南亚裔人 其实很多都懂得广东话 就算她不是全都懂得 她都懂得听主要的那些粗口 什麽都好 很搞笑 但是这些当然 听到好像是感觉很不开心 但事实上 有时候你懂中文 可能骂出很多很有趣的笑话 譬如好像她这样的样子 好像她这样的样子 接着可能会有些女生走在旁边 哇 空那麽大的一圈 又是说这些 同一句话 但是她没有说差 她是同一句话 就是那些女生在说 嗯 平头稳足 哇 你的样子 嗯 多英俊 哇 这麽高大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在街上被女生当街的器材用中文 就以为你 好像上次我跟她走街 有些小孩 有什么 有个小孩 有个小孩 有个 有个父母 抱着个B 一个挺cute的女生 然后本身 就觉得要保持她的 担心会不会伤害我女生 但后来我们两个人一起笑着 然后她女儿又笑着 我就很心心眼地看着Dave 一直都跟着Dave 这些位置其实都挺开心的 有一些人会理解你的 但其实有一些会很特别的 比如去买东西喝 比如隔壁队 听了Dave说要一个鱼柳包 有些人觉得好像奇景 为什么会说中文 他就不奇 完全不奇 他就觉得 我会说中文 是不是我有问题 他立刻觉得 其实这件事未必是歧视 但其实会很容易令到他很难 这些反应会令到他都未必会那么舒服 他会自己 label自己 是不是我有问题 我还是没有讲中文 我做错了些什么呢 是啊 我还是不讲中文 是啊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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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说一些生活上的东西 生活上的东西 譬如你在香港 你也有一些朋友圈 你会 你打基斯坦的朋友圈多些 还是香港人朋友圈多些 你自己 当然自己国家圈多些 当然自己国家圈多些 同声同气 是啊 去哪里多玩 没有玩 没什么地方玩 香港是 香港没什么地方玩 他想玩板球 但是都没得玩 哪有场 没板球场 没板球场 少了 一两个 香港以前 去足球场打 被人看到立刻叫警察 为什么叫警察 不知道 不可以打你 你弄傷人 那我们去哪里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弄傷人 我都没有弄傷人 我想 因为是假扮 我觉得是搞笑的 很多规矩 这些也是一些隐性的歧视 你可以说不是歧视 但是事实上 你令人不舒服 就是这样的 但是事实上 巴基斯坦人 正如刚才第一次所说 都有一万多人 你认识不了一万多人 但是他们可能 巴基斯坦人的社群 有没有搞一些很大型的结合 一年又一次结合 是一万多人都在一个地方 青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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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新年才有 过新年才有 但是新年一年有没有搞一次还是两次 两次 两次 是什么时候是新年的 不定的 不定的 即巴基斯坦有自己的新年的 跟月亮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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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像中国的农历 那些历法 看月亮 那他月圆就是 做什么 我忘记了 好像祈祷 就是 新年 即是一次年头一次年尾 年中 不知道 应该首齋节之后有个新年的 是的 哦 但是首齋节是怎么的 我不知道 即我们摘完 立即会有得过去 摘完很辛苦 这些大小孩会死 不够卡路里 不够卡路里 他经常都说 因为太阳出 他不能吃东西 直到太阳下 他才可以吃东西 那我就死了 水都不能喝 哇 太阳出 不能吃东西 整个月都不能吃东西 不吃东西 哇 但是很有意思 很减肥 可以 但是 譬如 你是回教 我不知道回教 是不是分很多种 我都不吃 即是清真 莫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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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回教 对 但是清真那里 如果你在香港 香港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吃东西有没有 对你来说是不习惯 又或者是 你有什么餐馆 一定不会去的 有没有这样的 嗯 出街就很大问题 很大问题 给大家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 雞 牛 羊 猪 不行 不吃不行 不是只是猪 因为 雞 牛 羊 不能吃 要跟我们伊斯兰的东西 才能杀到的 嗯 我們不可以這樣出去買東西吃 那素食店那些就沒事了 素食 素食都可以 但是不適合口味 如果吃齋 又很齋 是不是很濕 又中式一點 那有西式的 可能西式的素食有質素又貴 吃Burking 月樓包 有吃魚 魚是幾時都可以吃的 我明白 月樓包 我想不起 但是他們炸的魚 都不知道用什麼油炸 有沒有用過豬 地溝油 都不清楚 都不清楚 有沒有落豬 都不知道 但是你吃不吃得出 就算它自己偷偷給落 譬如有些豬肉碎 碎碎的 碎碎的 塗在包上 那些是否吃得出 不吃 不吃 它其實只要那樣東西 懷疑不知道是什麼 它都寧願不吃 譬如打火鍋 我認識一個朋友打火鍋 它不吃牛的 只要有隻肥牛碎碎的 那個湯 那個湯都不能吃 聞到腿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為何可以大到這樣 我不是那些 我感受不到這件事 所以沒辦法 但可能它盡量小心為上 但如果不會不小心吃了 他去Subway也有時會 會拿東西 我叫他換手套 剛才那些東西動過豬扒 不知道 通常Subway的人都會很好 OK 因為很多Surf 真的是Muslim多 明白明白 OK OK 我很不正經 我們說回來 Sundee 剛才你在咪後跟我說 剛剛出了施政報告 你說有些政策可能是對少數族 那是怎樣的 那個政策是 其實都是跟Dave聊過 覺得為何政府肯扔二千萬出來學中文 他們主要針對在學的學生 就學中文 因為學到中文就找到好工 二千萬而已 港幣 對 很少 二千 那這件事是 我很欣賞的 很欣賞 但夠不夠呢 其實很多其他的支援都不夠 是不是一定要學到中文 有個學位這樣 才可以給到少少族裔 最大的機會去做他們想做的事 這個我有些保留 其實這樣說 我覺得香港政府有個問題就是 是比較低能的 想法的思維 怎樣低能化呢 就是頭痛衣頭腳痛衣腳 我舉個例子 我不講少少做做睿智了 譬如前陣子你說要救電影業 那怎樣救電影業 就是多建幾間戲院 又說不知什麼票 對呀你聽到笑 什麼電影 什麼戲票優惠 那些是不是低能 那些時候很愚蠢 那為什麼呢 他們說頭痛衣頭 頭痛衣頭 頭痛衣腳 那麼多建幾間戲院 不只是起 以為起東西解決問題 那為什麼他們經常想起東西 就是和地產商在家裡 有一個計劃欲你 又不建議 找其他東西 除了建東西之外 還有很多很軟性的方法 去處理一些問題 你多建幾間戲院 但是那些片 全部都是合拍片 又或者港產片 都是這麼少 你不給那些資本 真是新進導演 好像我這些新進導演 大哥 新進導演是很辛苦 都找不到吃 真正那些電影導演 我認識的那些 我不會開名 你放心 真是窮得爆 電影業那些人沒事做 就做什麼 你知不知道 剪唱粉 開的士 開的士 你自己坐的士 隨時你會見到一個的士 的士司機器 導演 你不會知道的 他不會告訴你 他也不好意思說你 副導演 其實趙事業 我認識 其實我認識他們 然後 我覺得是很低能 正如套回政府這個思維 用回小數層去做 2000萬當然少 少得爆 2000萬對一個人來說 當然多 但2000萬去搞一個 給一些小數層去學中文 其實是 學到多少個學到呢 說真的 你一倒下 我當不知道你做什麼 拿了二千多萬 然後你除了四十多萬 不算家用 你一人扔那些錢下去 你只是給那些小學生 或者是學前教育 或者是中學生都好 好了 大家好像看起來 做了事 OK的 政府 你覺得 那怎麼辦 但如果出來做事 那部分 可能到 你當十八至四十幾歲 那一班 都是小數做事 都是人 那些隨時是動量 就是他們最難找工作 現在是 下一代不擔心 你們最難找工作 因為不懂中文的時候 又撥多二千萬 就你們 我都覺得不為過 其實我自己有些看過的資料 那就是 其實 好像 阿Dave 可能中學之後 可能 讀不到 真是很名校的大學 入到大學 都是其實少數的 我相信 因為就是中文那一關 那一大班 小數族裔的青年人 就出來社會做事了 那他有什麼工簡 說真的 所以你們說 在街上看到地盤 什麼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 對 然後他們做地盤 做什麼 接著就是讓你香港人站起來 對 就是因為他不懂得做什麼 其實他知道 他出名過很多人 對 我不是說 你肯定接觸 其實是知道的 你又不肯定接觸 又說別人 又說別人 這樣那樣 踢球又不肯跟別人踢 又說一陣 很多事情 什麼事情都會出來 這是什麼思維呢 我沒有理由說 你不懂烏刀魚 我就不給你工作 很不公平 就是能力上面 他又懂英文 不是很懂中文 那就少了很多的機會 反而我想 譬如 NGO或者社企 有些作用在裏面 譬如 我自己認識一些部分社企 Nansational Vidue Global 就是譬如 教一些婦女學 攝影自強 有些教一些青年人 可能墮葉中的 做一些導遊 這樣 那是說回自己的語言 英語 可以 但可以從而由 認識他的文化 我覺得政府是需要 在這方面都要著墨 不只是一味教中文 這個都好 但可以做多一些更加深化的 做不同的人 即是資助一下 那些真的肯做事的社企 或者其實 可能叫他們創業 可以不可以呢 或者做一下 一些 即是告訴他們 有什麼工作 可以適合他們做的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做多一些類型的配套 明白 有沒有補充嗎 Dave 對 有沒有話要說 有沒有補充 什麼 不是 任何東西 任何東西 是啊 我想聽多點你的聲音 沒有啊 因為我差不多 我差不多去run up 即是整集 其實我找資料的時候 我找了另一個國家做例子 就是好像馬來西亞為例 嗯 因為很好笑 剛才我為什麼想起馬來西亞 因為跟他們的溝通 我經常在想 你跟馬來西亞人聊天很有趣 兩個馬來西亞人 不管是否華裔都好 有些不是華裔都懂廣東話 他們兩個呢 譬如 兩個講廣東話 兩個一起講廣東話 然後這個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人家轉了做英文 然後這個就跟著說英文 然後這個突然說了福建話 這個就跟著福建話 即是很好笑 究竟你們的母語是什麼呢 完全不知道 他說幾樣都是母語的 我真的問過一個馬來西亞人 馬來西亞人其實呢 即是他們華裔的人 其實是不夠四分之一的 不夠四分之一的 所以他們那個社會 當然他們都會本土 馬來西亞人本身會主導了所有的政府 行政 你不是馬來西亞人 不會做到政府機關的 這個是他們那個政策的決定 但是呢 華人在那裏做什麼呢 華人呢 譬如在檳城、怡保那些呢 他們會搞生意 所以你叫檳城、怡保 是華化得很厲害 這可能是國位其主 其實我不捨不想說共融社會 香港越說這句話 是越無管動的那種感覺 但事實上 我們要留意多些 我們自己放開多些 去跟多些不同的人接觸 不只是小數字 不然又是類似了 即是跟多些不同的人接觸 基本上 你會看闊了很多東西 其實有什麼所謂 什麼人都是這樣的 不同人就是不同人 這個是我自己的結論 就是小小的事件 大家想一想 就是不是 你看到他這樣的樣子 你一定講英文 那你先看他講什麼文 就是這麼簡單 這回事 給我機會我先 給我機會我 就是這句了 好啦 多謝兩位來 很多謝你 很開心 很開心 有機會再來分享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不過大家 如果想繼續去 放多些資料 或者post多些資訊 不妨去加入我們的Facebook Group Facebook Group 就是香港製造 atmyradio.hk 如果你打網址 就是facebook.com 斜動groups 即群組 再斜動香港made 過去式的香港製造座 好啦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集我們再見 拜拜 我們仔細點 後來 很棒 雅 我可以 對 你 請